就是这个道理 就是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 是高标准研要求 是吧 当你真正操作的时候 你再用这种中文系去操作的时候 你就会如鱼得水 是吧 有肉饮有鱼 到时候你可操作的范围呢 就会更广一些 中文系 还需要准备一罐什么呢 低温系 这个低温系呢 它的容点是138摄氏度 138摄氏度 那么这个系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个系不是用来维修的啊 那我维修我们 如果这个CPU 你支撑这种138摄氏度的低温系的话 在维修的过程中呢 它是很容易上去的 它就是你装的时候 特别容易把它就吹上去了 拆的时候也特别容易拆下来 但是反修率就会比较高 因为你用低温系装完芯片之后呢 特别容易循悍啊 所以在正常上芯片的时候 我们是不建议使用这种 138摄氏度的这种低温系的 其实我们通常会选择 183摄氏度的中温系啊 那当厂家维修的话 它装芯片也是用的高温系啊 厂家在正常维修的时候 拆装都是用的是高温系的啊 但是为了降低我们的难度啊 因为我们在国内第三方维修机构 现在并没有强制要求用无签的工艺 所以为了将近难度 我们正常是使用中温系的 那低温系138摄氏度的这个低温系 是用来干什么用的呢 它主要是比如说iPhoneX iPhoneX是吧 XS啊 实际下这些需要分层的时候啊 像这种啊 需要分层的机器需要贴合的啊 那么我们在这个边框的时候 边框直系的时候呢 就会需要的这种低温系啊 130多度的138摄氏度的这种低温系 来执这个中框的啊 因为我们执中框呢 通常是用低温系来执的 因为这种中框你支撑中温系以后 拆装的话就非常麻烦了 因为只有这种低温系 它因为它原厂也是用的低温系啊 因为就苹果公司 你去拆这种iPhoneX类似于这种双层主板的这种机型的话 它原厂也是用的低温系啊 这个所以这个低温系呢 主要是用来进行 分层的啊 贴合分层的时候来运 这就是我们今天给他呃 说的这个三个西江啊 三种 温度的西江 我这里我运的这种品牌的西江呢 我也不是建议大家要去买这个品牌的啊 但是你要买这种三种温度的西江 知道吗 高温的啊 中温的低温的 你买任何一个品牌的都可以啊 这里我们也不需要给他们做广告 因为他们也没有给我们广告费啊 我只是给大家看一下啊 我们要买三种温度的西江啊 全部都要准备好啊 低温的中温的高温的都要准备上 因为我们后期都是要有都会运到他们的啊 都是有运的 那么西高有了之后呢 我们还需要准备这个钢网啊 直锡钢网 苹果安卓各机型芯片的直锡钢网至少一套啊 那么我们在这边呢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啊 光苹果呢也有好几个机型啊 钢网的话呢就要一大堆啊一大堆 那我这里主要是苹果的机型钢网一大堆 呃苹果才这么几个机型啊 钢网的话至少也需要好几张对吧 安卓的就更不用说了啊 安卓的要800多款机型啊 芯片平台的话至少也有几十种芯片平台 也就是说他这个 不管是他的CPU也好啊 字枯也好 还是电源也好 还是其他的一些芯片啊 安卓的机型最多啊 他所需要的钢网呢也是最多的 因为你没有这么多的钢网 你是没有办法去修机的啊 你最尴尬的事情就是CPU你撬下来了 或者其他芯片撬下来了 找不到网啊 你撬下来是撬下来了 但是你装不回去了啊 这就特别尴尬了 对吧 所以直锡钢网啊一定要准备上 苹果安卓的各一套啊 至于你要买多少张 到时候你自己去看跟他们去去聊啊 这些淘宝的卖家店呢 他都有卖的 就是说你要把这一套全部买齐 大概要配多少张 跟淘宝店主去聊 他们卖钢网的清楚的哈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你肯定需要准备一套钢网 是一套啊 苹果安卓的都要啊 剩下的这些就是一些辅料了啊 像这种LED射灯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那这是我现在运的啊 LED射灯 就这种灯 这个灯它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你的维修工位上面有灯啊 有顶灯是吧 那是相当于一个慢反射的灯啊 整个区域都会照亮的 那这种射灯呢 是指定区域照亮的啊 比如说我就在这个区域 把它照的很亮啊 其他区域呢 光线都没有这个区域的亮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比如说我们要看这个芯片啊 下面有没有缝隙啊 或者有没有双层的话 有没有贴合好是吧 还有这个下面的银酒啊 有没有焊好啊 其实为了更精细化的检查的话呢 我们的光线要更足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一个类似于这种射灯啊 它在这个区域里面 它会把这个芯片范围 把这个主板范围照的更亮一点 你这样说你去装的时候啊 去拨的时候 拨一下芯片啊 看有没有动是吧 你不至于光线不足你看不到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需要一个射灯 把这块区域的光线给它照的很足 你才能看的比较清楚 我们的清洁剂啊 清洁剂就需要这个洗碗水 白电油啊 530还有污水里充 污水里充啊 就是酒精 酒精浓度呢 就最好是90%以上啊 里面不要含有什么水分 嗯 白电油和这530肯定是必须的啊 这个是我们屏幕分离的时候 肯定要用得到的啊 530白电油啊 我们正常主板清洗的话呢 用洗板水就够了 污水里充的也是一样的啊 污水里充在有些情况下 嗯 可能用得到 但是这个酒精的话 现在用的比较少了啊 其实基本上不怎么用了 所以这个也不是特别重要 前三个比较重要啊 洗板水白电油和这个530 比较重要一点啊 特别是如果我们单修主板的话啊 那不考虑分屏啊 压屏之类的啊 那单修主板的话 洗板水肯定是必须的要有的 洗板水的话 大家可以在淘宝上去看一下啊 啊 淘宝上有卖的 而且这是包油25块钱 是吧 这种洗板水哪一个好运呢 我们现在也不知道啊 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可以买这种大桶的啊 大桶 也可以买这种小桶 当然为了方便期间 如果你经常要运的话 你因为我们是专业搞这个的嘛 不是说呃 随便兴趣爱好啊 晚两天就不完了 因为你要靠这个吃饭 靠这个赚钱的 买这种大桶的也可以啊 因为买过来之后 你可以运很久嘛 就不用天天去考虑洗板水有没有 没有了还要去买是吧 你这像这种小小瓶的话 哎你这瓶还没运完呢 你就要考虑要买下一瓶了 因为他中间可能有快递要在运输的时候 可能会耽误个几天时间是吧 那你提前三天就要买啊 所以这种的话量有点少啊 当然你初期在学习阶段或者在呃练习阶段 如果量不是特别大的话也可以买这种小瓶装的啊 因为初期的话我们因为量不是很大吗 呃也在一个学习和练习的阶段 小瓶的也可以 但是洗板水一定要有 如果没有洗板水的话 那主板是清洁不干净的 主板清洁不干净 在练习的时候会出现很多问题啊 因为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主板一定要在该清洁干净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清洁干净 所以洗板水也是很重要的啊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孙香和这个汉油 孙香和汉油的话呢 这个到时候大家自己去看啊 因为孙香的话运的呃之前呢 运的不是特别多啊 汉油的话 其实它也并不是特别废啊 这种注射器装的汉油 就是我们要把汉油往注射器里面装的话 一定要买这种注射器装的汉油 这个是需要强调的啊 如果你买汉油的话 买的是这种散装的汉油 然后你再把它装到注射器里面 它有可能会挤不出来 所以你想把它往注射器里面装啊 呃就建议买这种 本身就在注射器里面装好的这种汉油 然后你再把它挤到这个注射器里面 当然有些散装的汉油 它可能也也能往这个注射器里面装啊 但这个具体是什么牌子的话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们没有买过那种 因为之前买过散装的 它都是装到注射器里面 它就不好再挤出来了啊 除非你散装的本身就是就在 就用散装的形式来运啊 比如说它在某一个罐子里面啊 你运的时候呢 用镊子呢 呃或者是用这个刷子啊 画笔刷 站上一点点站出来的那种 本身就在散装的来运啊 不打算往这个注射器里面来注的话 散装的也可以 如果你想用注射器来运的话呢 那建议你之前一开始买的时候 就买这种注射器装好的 装好的这种的话 你再把它打到这个注射器里面 它就容易挤出来一点啊 不然的话它不太容易挤出来 还有就是这个汉油的话呢 我们建议大家再准备这个注射器啊 用这种注射器把它装在注射器里面 第一个是这样运的话呢 不太容易浪费 运多少就挤出来多少 另外一个呢 你这样装的话呢 它也不容易被污染啊 如果那种散装的 你在翘胶的时候啊 或者是特别翘胶刮胶的时候 那个杂质啊 它就会容易装到这个 容易飘到这个散装的这个罐子里面去啊 来污染这个散装的这个汉油 一旦污染之后呢 它运起来就不是特别方便了 但用这种注射器装的这种汉油的话 呃 第一个是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另外一个呢 就不容易被污染运起来会比较好一些 松香的话呢 到时候大家自己去看啊 就是说你买一两块钱一小盒装的那种也可以啊 还有像这种买一大盒也可以啊 因为我们孙香运的量啊 可能会比较大一点啊 买这种大盒的也可以 小盒的也可以 孙香不贵啊 这大盒才十几块钱 也说二十几块钱 散装的那个才一两块钱 还有一个就是无成布啊 无成布在我们维修的时候也是经常要用到的 比如说像这种无成布 这一包的话也就十几二十块钱啊 比较便宜 有个几百张 当然这个是 他是一大包里面的 分了四个小包啊 这是属于四个小包里面的其中一包 还有一个啊 就是我们手机专用的拆机的螺丝刀 拆机片 锡盘 手机专用拆机套件啊 嗯 苹果的呢 这个螺丝刀也需要几把啊 因为苹果的他这个螺丝呢 种类比较多 所以你在买螺丝刀的时候呢 需要注意啊 你专门买一套这个苹果的拆机套件 它里面可能包括了螺丝刀 各种类型的螺丝刀啊 因为苹果的螺丝刀类型很多的啊 有三角形的呀 T5的呀 是吧 还有更小一点的 还有很多齐心的一些螺丝刀 安卓的啊 安卓的 他的螺丝的种类好像 不要担心 但是螺丝刀的话也需要准备几把啊 专门拆安卓的螺丝刀 吸盘的话呢 最好也准备一个吸盘 所以这些呢 网上都有卖的啊 到时候自己呢 去看一下啊 上面有套件啊 所谓的套件呢 他有一套的啊 开机套件 这个需要仔细看一下 因为他这个品牌比较多啊 种类也比较多 到时候你看你需要哪一种啊 他有些还还有电动的都有啊 手动的电动的都有啊 我们用手动的就可以了啊 电动螺丝刀 如果你有条件的话可以去买 如果条件一般的话 买手动螺丝刀就可以了 不需要买这种电动的 第19个啊 就各种除胶刀片 翘胶刀片啊 你手柄这个呢 就需要强调一下了啊 因为我们在练习试操手工的时候呢 有这种刀片啊 特别重要 因为这个刀具如果准备的不好的话 你跟我们实际操作的刀具不一样啊 因为我们教程上面使用的刀具 和你实际操作使用的刀具不太一样的话 啊 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一一对应了 是吧 啊 一种是这种斜口刀45度的啊 斜口刀片 这个刀片是用来除胶运的啊 这种斜口刀片除胶运的话 我自自我感觉效果还可以啊 包括我们后期教程上可能也会用到这种刀片 就给大家演示的时候也会用到这种刀片啊 还有一种呢是这种 这种刀啊 当这种刀我现在用的少了 我之前用的是这种产刀啊 这种产刀 这种产刀最好你也准备一个啊 这种其实都属于手术刀类型的啊 这个在网上都能买得到的 而且也不贵啊 一包才几块钱 里面有几片啊 也有十几片的 这种是除胶的时候是用来铲啊 铲胶的铲刀 就往前面推的啊 这种45度的这种刀片呢 它不是铲啊 它是刮的 像这样刮的啊 就是不管是铲的也好刮的也好 这刀片的大家都准备好 因为我们到时候会把各种刀各种手法啊 都会给大家讲 就是每一种呢 每一种方法 其实我们都会讲到 到时候你自己看啊 就是说哪一种方法适合你自己 你就用哪一种方法 这是斜口刀和这个瓶的这种铲刀 是我们在除胶的时候比较常运的 当然这个刀片的宽度呢 在网上也有不同宽度的 你可以各种宽度的都准备一个啊 这种呢 就属于比较宽的啊 铲大芯片是比较方便的 但是小芯片 有些特别小的芯片 这种太宽了啊 肯定是用不了 还有比较窄一点的这种铲刀 所以我们就最好是不同宽度的这个刀片呢 各样准备一个吧 还有这个 这个斜口刀呢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宽度呢 其实并不宽啊 我这个是比较窄的这种斜口刀 有时候你自己去买的话呢 你可能会买到那种特别宽的这种斜口刀 特别宽的那种斜口刀的话 在我们除胶的时候可能是用不上的 我们只能用到这种比较窄一点的这种斜口刀 就是基本上绝大部分芯片除胶都是没有问题 还有一种刀呢 是这种刀啊 这种比较尖的 这种刀 这种手术刀啊 这个尖一定要尖一点 越尖越好啊 这种尖的话是越尖越好啊 这个刀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这个刀是我们后期运来除边胶的时候来运的 除边胶的时候运的 当然除边胶呢 还有还有几种刀啊 这个是产胶的啊 这个刀都有点旧了 这个刀因为没怎么用过 这个产胶的是运的比较多的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那种勾刀啊 网上有卖的那种勾刀的 我这里 我这里没有准备了啊 因为那个勾刀的话 我运的并不是 我个人运的并不是特别多啊 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运的比较多 那勾刀的话是最近一两年才发明出来的 但那勾刀的话怎么说呢 也能运啊 但是他有些地方呢 他运起来并不是特别方便啊 这就是我为什么还是在在运这种刀 进行除边胶的一个原因 因为这个刀他除边胶的话 勾刀的话 他只能除这个芯片四周的这个胶吗 只能除这种芯片四周的这种胶 但有些情况下呢 我们需要把这个什么 上面的这些小的这种电子电容上面的这个胶也给他清理掉啊 那么这种小键上面的这种交用的勾刀来清理的话呢 就并不是特别好 并不是特别好运啊 所以这个勾刀如果是在校学员的话 学校会给你们配啊 学校发的那种勾刀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种勾刀 所以这些刀具啊 需要提前准备的啊 还有就是我们到时候在进行实际手工练习的时候呢 会把这个刀具再做详细的介绍啊 因为这个刀具的话也是非常重要的啊 还有这种呢属于翘翘的刀片啊 超薄的薄刀片翘翘的时候来运的 当然我们现在翘翘的时候 有些时候也会用硬刀来翘 不管是用软刀片来翘还是用硬刀片来翘 嗯都是可以的 但是这些刀具呢 我们到时候在通过实际的操作的时候 我们再说吧啊 这里只是我们今天讲工具的时候呢 给大家体验一下 就是能提前准备的我们就提前准备啊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别人的视频啊 或者别人的教程 他们用的刀呢 可能跟这个不太一样啊 不过没关系 但是我们的原理是一样的啊 虽然我们用的工具不一样 但是我们实操的原理是一样的 到时候我们还会给大家讲一些实操的原理 因为我说了啊 实操它是分为两大部分的 第一个是实操理论 另外一个呢就是实操本身啊 实操也是有理论的啊 这是我们的刀具 另外一个就需要准备的我们的托盘啊 苹果安卓手机专用托盘 嗯 这种夹具啊 建议大家去买一个 这种夹具呢是用来 这个地方是用来夹芯片的 就是我们有一些芯片比较大的芯片 我们夹在这里除胶的话 会比较方便 当然有些芯片呢 你也可以放到这个卡槽里面进行除胶 但是我觉得这样夹起来把它除胶的话呢 更方便一些 因为我们之前除胶的话呢 一直都是放在这种卡槽里面来除胶的 没有夹起来 后面他们发明了这个托盘以后啊 把芯片夹到这个上面除胶的话 更好啊更好 因为夹的话你不用担心夹坏啊 就是我们夹的话力度是不会很大的 我们一般都会把这个芯片轻轻的就夹夹到芯片以后啊 上面把芯片放上芯片以后 就我们把它轻轻的拧上去就可以了 你不用担心说是这个会把芯片夹坏 因为这个大小是可以调节的啊 这个间距也是可以调节的 因为这样夹起来你在刮胶的时候它不容易错位啊 就是这样刮胶的时候它不太容易错位 如果放在这里面的话呢 它就容易掉啊 特别风枪一吹它就跑 不是很方便 这是一种托盘啊 还有一种托盘呢 就是苹果专用的托盘啊 就是我们买的苹果定制的专用的托盘啊 像这种 当然这个是以前机型的啊 最新的托盘的话呢 它有一个托盘可以同时放几个机型的 比如说像这种iPhoneX的托盘啊 这个是XS的托盘是吧 这个XXS都可以啊 这这些托盘呢 网上都有卖的 就是说 这种属于专运的啊 某个机型或者某个品牌专运的定制款啊 这种托盘 最好是每个机型都有啊 每个机型的都有 苹果的啊 特别是苹果的每个机型的都有 还有这种三角夹具啊 这种夹具呢 它不是某个机型定制款的 它是公共款的啊 通运型的 也就是说 不管是什么机型呢 这种托盘都可以用啊 虽然是通运型的 但是它没有那种专专运型的来呃 夹起来好啊 这种如果你夹不好的话 如果你夹的时候没有选对位置的话 特别是像夹这种苹果主板的话 用这种三角夹具夹起来 它其实并不是特别方便 因为苹果的这个主板呢 本身就比较小 所以不建议大家用这种三角夹具来夹 那如果是安卓机型的话 因为安卓的这个主板数量太多了啊 机型太多了 安卓的如果你每一个机型 准备一个专用的托盘的话 可能会把你准备到破产啊 因为下来安卓的机型啊七八百款 所以你要准备七八百个托盘 那是不可能的 是吧 但实际上市面上也没有七八百款 机型的托盘给你去买 即使你有钱不差钱 但是你也买不到啊 因为市面上安卓的托盘是非常少的 安卓专用的托盘更少啊 所以我们安卓机型维俱的话呢 通常会选用这种三角夹具啊 选用这种万能型的啊 你不管是什么机型的 什么品牌的都可以加 但是苹果的话 我建议大家用这种专运型的 因为苹果的机型本身就不是很多 就那么屈指可数的几个机型 所以买买托盘不至于把你买到破产是吧 你最好买一款机型准备一个托盘 因为苹果的这种主板比较特殊啊 因为专用的托盘的话 效果会比较好一些 当然这个呢也属于公共托盘啊 这个呢也属于他除了可以夹芯片以外 他也可以夹主板 就是你把它拧过来之后呢 他可以把主板夹住啊 啊这里呢 就 不用再怎么演示了 到时候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再来看 所以这些托盘呢也要提前准备好 好还有一个呢就是气胞线啊 气胞线 这个是在我们飞线的时候来运的 气胞线的话种类也很多 有我们比较常见的你能买得到的 就我们在这边呢准备 这种气胞线是非常容易买得到的啊 因为这气胞线很粗 它是0.1毫米的 0.1毫米的气胞线啊 应该是目前为止 在飞线领域啊 就是我们要飞线的里面算是比较粗的了 或者说是最粗的了 那我们实际飞线的话用的气胞线要远远小于这个啊 因为0.1毫米的话还是属于太粗了 我们可以拆这种摄像头下来啊 或者是扬声器啊 喇叭听筒的这个线圈下来 这种气胞线的直径呢 大概在0.4毫米左右啊 当然这个还是太粗了啊 还有这种以前的这种电子始终的这种线圈 这个是0.01毫米的 所以大家在买的时候啊 注意这个气胞线的直径 气胞线要各个直径的你都要准备啊 大的最大的选择0.1毫米的啊 最小到0.01毫米的 在这个之间的啊 各种型号的最好都准备上 那我们运的最多的呢 是0.01的运的比较多啊 因为像指纹飞线啊 或者什么其他飞线 还有就是0.1的啊 运的也比较多 还有这种临时气胞线啊 临时气胞线呢 就是我们是用这种吸吸带来代替的 就是把这个吸吸带打散之后 抽取其中的一只啊 或者是一根啊 把这吸带打散之后 在吸带里面抽上其中的这样一根 那么这个呢就可以作为飞线的线来运啊 所以吸吸带也是我们飞线的一个线丝的一个来源之一 那么有气胞线以后啊 我们还要准备一个绿油 有气胞线绿油这些都是我们将来飞线的时候来运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种紫光灯固化绿油啊 预微光固化绿油 准备一只绿油一只 然后紫光灯一个 紫光灯是用来固化绿油的啊 那像这种紫光灯 这种紫光灯的话呢 它功率比较大啊 10瓦的 它上面写了啊 10瓦 10秒钟固化 这种紫光灯是我用过比较好运的紫光灯 它也不是特别贵 在淘宝上有卖的 所以大家去买紫光灯的时候 就最好是买这种 跟着一模一样的啊 这个是我推荐大家买跟着一模一样的 其他的我就不推荐什么品牌啊 什么之类的 你自己看着办 但是这个紫光灯的话 建议你买跟着一模一样的 其他的紫光灯我用过不是很好用 但是这个是比较好运的 它固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啊 10秒钟就固化了 其他的你可能还要等个一两分钟才能固化 效率跟不上 所以这个是紫光灯啊 所以我们看一下我们飞线的三大件啊 七包线啊 七包线 绿油 紫光灯啊 组成了我们飞线三大件啊 飞线的话这几样东西是必不可舍的 缺一不可啊 还有超声波清洗机啊 进水主板进行主板清洗的话呢 会用到超声波清洗机 超声波清洗机 在淘宝上都有卖的啊 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东西呢 淘宝上都有卖的 超声波清洗机啊 这种超声波清洗机呢 可以清洗主板 可以清洗眼镜啊 当我们要运呢 就肯定是用工业运的嘛 是吧 啊 清洗主板的啊 我们进水主板 有时候会用超声波清洗机来 啊 当然如果这个东西你觉得没必要买 也可以先不买啊 就是我们 因为有些东西有些主板 因为超声波清洗机清洗完之后 他可能会问题更严重了 因为这东西可能震盾的太厉害了 因为进水机他本身主板质量就不是很好 结果被超声波这样一超之后呢 他可能就更差了啊 本来还可以开机的 你超完之后他可能就不开机了 所以我们现在进水机在修的时候呢 也很少用这个超声波清洗机 嗯 但是你可以有啊 这东西你可以有 但有时候呢 你可能可以去体验一下啊 嗯 有时候他效果还是可以的 但是你最起码你要知道有这么一个东西啊 用来清洗主板 还有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准备什么高温胶带 铜箔纸啊 还有细箔纸 嗯高温胶带这个是必须要有铜箔纸啊 铜箔纸呢是这种用来散热的 高温胶带是用来隔热的 这两个配合起来来用的效果会比较好 后期我们在手工操作的时候呢 会给大家演示铜箔纸和高温胶带配合起来 怎么样给主板进行一个保护是吧 看一下他保护的效果怎么样啊 所以这两两种胶呢 你必须要有啊 铜箔纸的这个是铜箔纸 这个是高温胶带在网上对于卖的 接下来呢 我们耗材呢 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啊 我们还要准备什么 还要准备这个图纸啊 苹果手机的原厂图纸和方光图啊 原厂图纸和方光图呢 在我们网校上面都有啊 都是免费提供的 当然如果线下学学生的话呢 大家可以跟我们要啊 因为这些都可以免费提供给你们 但是方光图是不能免费的啊 原理图是可以的 因为方光图呢 属于学校的资产啊 它属于知识类的资产啊 嗯管控文件 这个是不会外传的 就是你们可以买书 但是买这种带方光图的书来看啊 但是我们的原文件 电子版的原文件 是不会提供给大家的啊 所以方光图呢 大家就不要打这个方光图的足迹了 但是原厂原理图 我们是可以免费提供给大家的啊 你可以过来考 电子版的啊 原厂原理图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一个呢 就是需要准备的就是点位图啊 点位图 点位图 点位图的话呢 推荐大家使用的 呃 ZXW啊 当然是首选 还有兰瑞啊 什么其他品牌的都可以啊 ZXW他做的相对来说 抛开我们行业竞争不说啊 单从他的产品上来讲 是没有话可说的 他这个ZXW现在是做的是最最专业的啊 最好 当然我们由于行业同业竞争关系啊 有时候呢 我们会不推荐 嗯 循运ZXW或者是其他品牌的 呃 这个根据你们自己的实际需求呢 来选啊 就是说你觉得什么好 学运什么 嗯 根据你实际的需求吧 是吧 当我们 建议啊 这只是我个人建议啊 不代表学学校观点也不代表了 呃 谁的观点 这只是我个人建议 我个人建议你最好是运这个 VXW 因为我运的VXW的这个软件 他会比较好运一些啊 他做的是比较精细的啊 因为他每一层线路都有啊 这个是不用说了 这些功能呢 这些功能呢 还有他的准确度也是最高的啊 相对来说最高的 精细程度也很高啊 所以我们专业维修的话呢 还是用这种图纸啊 用起来比较方便一些 这种属于点位图 当然这个不是免费的啊 ZXW第三方公司开发的 他们是要收费的 啊 下面呢这些就是我们硬盘测试架啊 编程器屏幕修复器啊等等 目前做测试架 硬盘测试架啊 就两家比较有名一点啊 维修行业里面就是万龙的和金城的 嗯 做的比较好一些 那这两家你选哪一家都可以啊 选哪家都可以 金城呢 他最新出的这种也还行啊 但这种测试架的话 整个把所有机型买下来 一套下来应该在万八块钱 万龙的下来也是要万八块钱 所以金城跟万龙呢 你选哪一个都可以啊 因为这些测试架 我们在后面修机的时候 修故障的时候 肯定是要运到的 这是必不可少的必备工具啊 当然前期我们练手工的时候呢 你可以嫌不满 因为这个毕竟很贵啊 这一套下来至少要小万八块钱啊 光这一套测试架下来 加密狗啊 安卓刷机的加密狗啊 因为我们有时候还需要刷机嘛 对吧 那刷机的话 苹果这个i4啊 iTunes啊 这些都免费的啊 苹果刷机是免费的 不需要单独去买加密狗 但是说安卓机型特别多 安卓刷机还有这个解锁 你肯定需要加密狗啊 安卓的加密狗呢 比如说星海啊 UI啊猎人啊等等啊 各一套是吧 当然这个我们前期呢 如果只是练基础式操手工的话 是不需要的啊 后期我们进行故障维修的时候 特别是国产故障机维修的时候 可能会用得到啊 不是可能会用得到 是一定会用得到的 所以这种东西呢 就是我们前期可以不买 那么后期再买啊 因为你买来也是那里放着啊 暂时也用不上 这两个啊 就是软件类的啊 一个苹果各机型的硬盘测试架 码片变成器 屏幕修复级 这是软件类的 还有安卓的加密狗啊 青海UI猎人这些加密狗 这些都属于软件类的啊 一些工具 仪器啊 啊 都是后期会运的到的啊 前期的话我们可以不用 急着买也可以啊 好 再就是我们需要准备机型啊 主讲或者主要练习的机型一台 这个主讲呢 比如说我们今年还是以期待为主讲 那你至少要买一 有期待的一台机器啊 期待一台整机 二手的也可以 上面要有屏幕 要有电池 要有尾插充电器 要有尾插充电器啊 还有这个什么 呃 天筒啊 是吧 送话啊 反正就是一台整机上面该有什么 都必须要有 最好是不带ID的能进系统的啊 能进行测试功能测试的 就是你需要准备一台整机啊 我们今年主讲还是主讲期待的 那你就要准备一台期待的机器 如果我们主讲八代的 就需要准备一台八代的机器 你买二手的行 没 当然你买全新的也买不到 现在卖的全部都是二手的 有这机型比较老啊 没有全新的 全都是二手的 准备一台啊 因为这个是我们后面要测 你在修机的时候 你要测功能是吧 你要学习的时候 你要测试各个测试点 测电音压测组值 你要测这些参数 如果你没有一台完整的机器来测的话 那你怎么样进行练习呢 那肯定是没办法进行练习的啊 啊 后面呢就是说我们 因为我们练手工呢 我们不可能用好版来练啊 因为这个成本太高了 我们练手工呢 一般会用这种ID版来练 ID版 不开机的ID版 准备若干 至少试骗啊 开机的ID版 能开机的ID版 也准备至少试骗啊 当我们主讲机型呢 是期待 那你就先以期待为主 先准备期待的啊 准备试骗 能开机的和不开机的 各准备试骗 啊 如果我们后面要讲八代的 你主讲八代的话 那就是八代的 开机的不开机的 各准备试骗啊 呃 X的XS的 11的就是 依次类推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机型呢 就是稍微早一点 比如说期待的啊 期待这种机型呢 他说老 也有点老 但是说新呢 他跟六代比起来 还是比较新的 对吧 六代的机器已经不讲了 因为六代的机器已经淘汰了 没有维修价值了 七代的机器还有一些维修价值 所以我们从期待往后来讲啊 期待往前呢 我就不讲 嗯最好是每一个 每一代的机型啊 你都要各准备至少几片啊 在上面 因为比如说你后面我们要iPhoneX了是吧 XS啊这些 但是后面这些新机型呢 他成本就比较高啊 你买一片的话可能要几百块钱 前期我们在基础手工练习的时候呢 可以买这种便宜的 比如说期待的来练啊 等到练的比较熟练了 我们在买这种X呀XS啊 稍微贵一点的啊 比较新一点的机型来练啊 但是不管怎么样啊 我们学习的这些机型 这个各个型号的这个主板呢 都必须要有啊 没有的话你没办法练习 所以这是一笔开支啊 再就是分屏压屏设备一套啊 这个是到时候我们再说 因为这个 这一套下来要小半毛块钱不便宜是吧 再就是压屏设备嘛 你自己开店的时候再买也也不迟啊 因为屏幕贴合这一块呢 主要还是在设备是吧 当然人这一块的手工 我们很快嘛 我们正常的课程也就一个星期就讲完了 是吧 分屏压屏这一块的课程就一个星期 你很需要一套设备 如果你开店要带上压屏的话 那这一套设备你肯定需要嘛 当然这个我们也是后期再说啊 我们到比较后面的阶段的时候再说 前期的话 我们还是以主板维修为主啊 屏幕这一块呢 我们在最后面再说是吧 还剩下的就是离子分积啊 静电皮静电手环防静电印啊 这些跟静电防护有关的一些东西啊 最好准备上 当你练习的时候不准备也可以啊 你在家练习或者是你只是在练习阶段啊 没有在修机的话可以不准备 但是如果你在老家要开店要修机 南方的话还好啊 特别是北方地区 北方地区特别是冬天的时候 这些防静电措施一定要做好 因为我我本身就北方的 我在北方修机也修了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我在北方修机的时候 最大的问题就是冬天静电特别严重啊 静电对手机主板的影响也是特别的大 所以如果静电措施做的不好的话 对你的维修呢会有很大的影响 工厂当然是非常严的啊 这一块呢它是非常严的 特别是我们第三方维修店面 对静电防护措施这一块做的很不到位啊 几乎就没有对静电防护 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 不光是做不到位 而且就联系点概念都没有 很多第三方维修店面 根本就没有防静电的意识啊 在这里面 所以这个建议大家啊 就是说提前去网上参考一些资料 或者查阅一些资料 去了解一下相关静电方面的 静电方面的一些知识啊 静电防护方面的一些知识 我们开维修店的冬天 北方地区啊天气干燥 很容易产生静电 穿的又厚是吧 穿的这些羽绒服啊毛衣啊 特别容易产生静电 这个静电动不动就是 几千伏到上万伏的这个电压 如果打在主板上的话 你看主板很容易出现一些故障的啊 特别容易出现故障 所以静电措施啊 一定要有防静电的这种意识在里面 先要有这个意识 你再考虑啊 这个措施 你要不要把它做到位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说的啊 就是我们需要准备的一些工具 一记一表啊 胡料啊等等啊 好今天这个课程呢 我们就先给大家讲到这里啊 我们下节课呢 再见